这个还是面食吗 应该不是面食 叫茶餐厅 反正是这个新开的 新开的餐馆 之前的导吊新开的一个餐馆 那个顺德宜美食原来就有 这个是刚刚那个新开餐馆 可能是从这搬钱帮去的 因为这个招牌的名字一样 但是这边的话就没了 但是他新开的那个装修好的位置的 感觉可比 这个招牌换了半天没换冬天 还是原来那个品牌 还是奶茶店 所以它涂啥呀 就是因为原来那个招牌 是用灯的晚上费电 换成了一个不用灯的 出什么吗 你的奶茶店晚上不开门了是怎么着 是没看出来有啥必要 可是你不是叫深夜食堂的餐厅 什么类似于打着竹打深夜食堂风格的 这个饭馆也在招工 但是不写价子 不能理解 风潮无法复兴淘宝的真实手机号 然后请用淘宝手机APP小码授钱 这个煤气减压房 听起来很吓人 这是个煤气阀门 这怎么办呢 感觉最近连鱼非常不顺 挑衅好的男的吧 都岁数超大 大我十岁 然后大我十岁就算了吧 都长得可老成了 真是不忍 不忍将就 然后那个有一个看上去相对前男的一点 以为他就大我个六七岁的样子 然后结果大得最多 他大十一岁 然后这个实在是不合适 然后条件好的都都短压 然后条件不好的 我其实也没有说 就是一定的条件不好就不考虑 但是他也别特别科目 嗦嗦行不行 那个就是他们那一聊天 就是那种 超搞笑 我都不能理解这种人 来连鱼做什么 这种智商情商又反正他到底有多穷我不知道 但是尽想了他的抠门本色 要可搞笑了 我们当时说去逛的那个公园嘛 公园是免费的 然后说想着下次逛去逛个门票二十 然后植物园都是有些珍贵的植物品种 然后那个 而且我觉得花了二十的门票的话 可以人少一点 要是没什么免费的公园 还是花多的话 一般就超多人 你就算是二十门票 我都相信人会比较多的 我都怕到时候人多 然后结果那个 然后这块改了一个修饺垫 改了一个彩票站 好像这对面 反正对面这几个商户可能是新换了 新换了 我感觉原来好像不是这样的 这个修饺垫 有广告呢 胖脚修脚按摩 只要二十九块九 那么就三十块钱了 然后 但是就是说让你打卡 冲半卡冲值 撤你了